2B玩具已經在我們的現場了 歡迎2B玩具 耶,哈囉 晚上好 稍等一下齁 早安到Sora Gonnapper OK,不好意思 Yuni說話,聽到嗎? 欸,不好意思 你好 所有耐聽組好 好,那我們現在的現場呢 有三個成員 2B玩具裡面包含了 有Yuni啦 還有Roger Wang Roger老師,哈囉 哈囉 然後還有阿菲 大家好,晚上好 那你們這次呢就是 我們之前就已經一直有在我們的節目裡面啊 就跟大家聊到說 欸,我們會配合你們的這個第二張專輯 然後呢 就是有很多的配合活動等等的 然後上次我們也一起辦了一個Pillow Party嘛 對不對 那這一次呢 專輯終於真的是要面世了 是 在25號嗎? 對 25號 然後今天是記者發布會嘛 對 那這個專輯名稱據說還蠻長的 我請Yuni來講一下好了 然後我來講 不如你來講開場了自己都記不記得 阿菲咧? 我也是不記得 用心喚醒對不對 是用心喚醒嗎? 超感 剛才秀跟妳講 其實記得這麼多呢 形式都沒有關係 只要記得2B玩具 兩把聲音一把吉他 然後呢 到到20 兩把聲音一把吉他 對吧? 對對對 2B玩具對 然後呢 我們在25號的時候 就可以在各大的唱片行呢 可以買到這一張專輯 是 那這次是發燒音樂碟嘛 那之前的時候 JZX有來到上來的時候 可能 表明也是有問過 到底很多人可能對於發燒音樂 不是非常的了解 可以有人解釋一下嗎? 我們再次跟聽眾講一下 阿菲? 其實我本身也沒有說 太過了解這個東西 但是就是 我覺得可能 就是他們 有一些 就非常愛聽音樂的人 他們就會 買很厲害的一些器材 放在客廳 或者房間之類的 就會播一些 很放鬆的一些歌 然後就是 那種專輯是 就是要用很厲害的器材 錄製的 然後聽的時候 就很靠近很靠近 那種感覺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子的吧 就是他 他錄製的過程裡面 就是你聽到的音頻 還有混音等等的東西 就是聲音裡面 你可以聽到非常立體的 就是高中低 都非常非常的清楚 而且感覺有那個 Surround的感覺 就好像那個人 是在現場 就是為你唱歌一樣 因為我們那個器材 還是算萬聲的 所以說在那一個 他一定是 在 for這些器材 播出的 那一個錄音的 那個技術 本身就是比較先進 然後是希望 可以回歸到 音樂最根本的 那一個本質 是這樣子 那所以說 在這個情況之下的 我們像 比如說我們最近都在 都在 講什麼 我們最近都在聽我們的歌的時候 可能有一些朋友 就很疑惑 好像不太習慣 那個音質聽起來 不太一樣 嗯 因為沒有echo嘛 對對對 就很乾淨 它的那個混音方式就是 會比較乾一點 嗯 就是我們講的 術語啦 乾一點 比較乾一點 可是當它在那一種 比較專業的器材 比較給你的器材 播出來的話 感覺就不太一樣了 是不是 就很現場啊 就覺得好現場喔 這樣 欸上一次2B1G的第一張專輯裡面呢 都是全翻唱 全翻唱的歌曲嗎 嗯 算是 就那個三月還 欸也算啦 算啦 就是 算是全翻翻唱的 那這一次是 有兩首 原創歌曲 嗯 是 寫給你和 雪兒模糊 那寫給你是 Roger老師的曲 然後呢 雲妮跟標明的詞 是 對沒錯 你們第一次合作欸 跟標明是第一次合作嗎 我跟標明 不是第一次合作 不算是第一次合作 就是 一起寫詞 是 但是就是 合作 在音樂上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無數次了 所以這首歌是Roger老師的曲先開始的 嗯 那Roger老師什麼情況下寫這個曲 老師 講英文的 I wrote this song 10 years ago 嗯 for for double I had a group with Mia Palencia We call ourselves double take so that song first came out there 10 years ago 嗯 啊 last year 嗯 I managed to get this song to Jackie Chung and he was interested to to use this song on his private corners album which came out this year 嗯 that was a Cantonese version and now we have a Mandarin version with this 2V1G version 嗯 所以在市面上我們就可以聽到廣東版跟 呃 這個華語版的 那廣東版就是大家聽到的 張雪友的12個音 我們每次在節目裡面都有提到 那另外一張 呃 另外一首呃 呃 這個原創歌曲就是周金亮瓷曲的 血肉魔 嗯 好我們先來先來聽聽看這一首歌 其實你可以注意一下 它的那個吉他是呃 比較 簡單的 因為我們就是回歸到最簡單 因為最本質的部分嘛 所以呢都是比較不會太複雜 先聽聽這首歌 我們帶回來繼續聊 讓我狠狠的想你 就像撕裂自己的心 讓痛入冰雪把我埋葬在冬天的深夜 最後痛到最後剩下的事 麻木 孤獨 可以很美麗 自己聆聽 夜深人靜 心碎 心碎的聲音 害怕驚醒 睡夢中的鄰居 灌燈讓夜更黑 心痛心碎 一起入眠 你可知道 你可知道人潮中 我學不會寂寞 你可知道寂寞中 我學不會歡笑 你可知道歡笑聲 我歌唱如愛好 我歌唱如愛好 你可知道愛好 我歌唱如愛好 你可知道愛好聲 中我心已捲了 也許 該恨恨忘掉 就像撕裂 浮原的傷 不怕淚餘下 血肉模糊 不敢再碰一下 曾經瘋狂擁抱 如今只能狠狠摔掉 心痛的聲音 害怕驚醒 睡夢中的鄰居 灌燈讓夜更黑 心痛心碎 一起入眠 你可知道人潮中 我學不會寂寞 你可知道寂寞中 我學不會歡笑 你可知道歡笑聲 我歌唱如愛好 你可知道愛好聲 中我心已捲了 你可知道 也許 也許 該恨恨忘掉 就像撕裂 浮原的傷 不怕淚餘下 不怕淚餘下 血肉模糊 不敢再碰一下 曾經瘋狂擁抱 天亮老師 那這一次呢 為什麼會想要在專輯裡面收錄 原創歌曲 因為之前都是翻唱 這一次有原創 那時候的想法是 就純粹覺得這兩首創作好聽 真的 而且其實可以唱的歌也太多了 然後就可能 就決定放兩首就原唱 而且很有馬來西亞 其實很有大表性 都是馬來西亞的創作 本來創作非常重要 而且因為你們這種發燒音樂 是賣到全世界去的 所以 那另外就是我們 我在想說 你們在選就是發燒音樂 它有特別的一個category這樣子 那如果說 在選擇要翻唱一些歌曲的時候 有沒有哪一些歌 是什麼條件之下 還是比較適合來當發燒音樂的 首先我覺得要夠經典 就是旋律上一定要漂亮 我覺得就是 比如說 舉例說 心不了情勢 很多人都在翻唱的歌 那是因為它自己本身的旋律 真的是非常的美 你完全想像不到 其實它這是1994年的作品 對 你知道嗎 十多年了 好恐怖 可是還是很經典啦 還有等等等等的歌 然後我覺得它不一定 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 某一種歌曲 任何一種都行 我覺得好像Rock的也可以拿來翻唱成 一個發燒的歌曲 是啊 所以其實 因為到最後的時候 編曲會完全改變嘛 所以說 其實那個曲風本身是怎麼樣 也不會太大 不是太大 不是局限 好 那我們帶我回來就要看說 兩把聲音跟一把吉他之間的那些關係 我們先聽一段資訊